我身后这个大漠 就是赤得祖赞的一个大漠 然后顺排着往下去 连续了八九个 最底下一个大漠才是 怂 这个石石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看这个石石了 我原来在新疆 在哪在那个 会员古城见过一次 和它基本相似的 看看 它这个石石 面相 还有它的坐姿 它的胸尾壮观这块 它明显就唐代的 大唐盛世时候的 因为他们地面 土伯王朝这块 基本是没有 没有这个的 壮观不壮观 看看这个石石 从唐代到现在 知道依然耸立 但是它这个建筑 这脸 还有它的下面 腿 都特别粗壮 特别雄伟 这就是大唐盛世时候 我们大唐所用的石石 但能从土伯王朝见到 我们现在看到赤得祖赞这个大漠 它底下全是都用石块 砌的地基 再往上去 它是一层石头 一层行土 它砌着这个墨 一会儿我给大家说 上面还有很雄伟的建筑 看看这悬崖峭壁 这个底下 它也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石板 一层行土 一层石板 一层行土 到悬崖峭壁底下 然后从这个山根 这就是背靠大山 前方没路了 我又把这从这上去 看上去吧 它这旁边都是 悬崖峭壁 我看这能过 把这下不去 这过不了 到头了 那咱就从这给看 看它这底下行土 是一层一层的 那咱先从这看 一层石板 一层行土 一层石板 这底下 是石头 它修建这个石板 也是非常巨大的工程量 不比咱们正常古建筑 这已经有1400年历史了 看看 走 咱们这块过不去了 咱得返回 现在上面这八个木 还是没被 就是说 盗绝啊 因为这面 很多东宝物了 还有什么东西还在底下 它上面是有覆盖物的 看它上面是 平的对吧 很多人就不理解了 怎么上面还有覆盖物 它是在石崎石金末 一些匈奴 造反 造反完之后 把上面的所有的物件全破坏 但是真正的藏王 是藏在这个地下的 他们真正把藏王这几个 金银珠宝也好 还有真正的遗体也好 是没有被破坏的 现在藏王的遗体还是在这地下 这个今后会有考古发掘的 一点点来 因为现在它基本大同小异都一样 把松战干部 已经咱们给发掘了 发掘完之后 建造什么样 一会咱给大家解释 咱们上那个区给大家看去 它已经发掘了 就没必要把它都挖掘了 看到吗 我远处是这个县城 县城的上面 看那个山上吧 那是一个皇宫 这就是最早最早藏王 生于此地 第一次见 就见到这个 然后松战干部 把所有的手下 把整个西藏全部 就是打到手里之后 然后迁都 迁都到拉萨 现在下面你看了 现在是一个县城 等等 它那个上面 你看还有老长城 这个长城就是跟咱们 是吧 原来内地学的吗 看长城古长城 这个咱先不要介绍 咱们还是看看 他们这些大墓 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墓 雄伟壮观这么大 这些墓一个匹一个大 但为什么宫殿 看对过宫殿 宫殿并没有这个墓大 其实它原来宫殿也很大的 因为它是住均也很多 只是被大火烧完之后 被破坏了 吐伯王朝 被瓦解之后 已经就给销毁了 所以看着不大 再主要还一点 从此到中 现在就是 黄陵墓 他们都注重自己的风水 注重自己的墓地 所以修建这么大 看这是咱们唐代的事实 我们看看它这个墓 上面有好多的孔 有好多的 我跟江人说 他们修建这个墓 和真正的皇宫 修建是一样的 里面也有几句石 旁边也有 就是大殿 这些个都有 它这些个就像床户一类的 看看 这个我看不见 这就是 他们是一种信仰 就当作 这个洞 好像住着动物 就像咱们床户一样 上面也看到吧 挺胸威壮观的 再给往下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这是一排 北面还有一排 那就是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应该北面是五个 北面五个 南面是四个 它这是九座 九座的藏王墓 我这里看 大家看一下 这块 那不有个小亭子吗 来给你扩大一下 这个小亭子 这就是咱们最著名的 松藏干部的 一会咱们去 来咱看看 其实你看了 松藏干部 它还得靠后 它到不了前面 因为是吧 它是 在后面一点 它这个椅子拍开 是谁呢 我给大家看 最上面这个墓 它是赤德 赤德主战的墓 再往下吃 赤德松藏包结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是九个大 这一切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